Cast off Cast off Change beetle Hello大家好我是SHAK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SHAK的方舟人士座 OK今天是第12天的日替圖 對,燃灰行動快要結束了 今天的挑戰任務對於練度的需求會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的隊伍的練度不高 或是你火力不夠的話 強烈建議你的挑戰任務 這個幽靈的三級Tech是分開來結會比較好 因為你全部一起加起來結的話 隊伍火力不夠的話一定會輸 這幽靈真的變得很硬 是非常有感覺的 而且移動速度非常的快 整整提升了100%的移動速度 100%的移動速度真的跑得超級快 見不如飛啊 所以建議大家練度不高的話 就分開來結吧 如果你不點這些東西去點了 均均的話 你也會變得很難處理 所以建議大家打不過就是分開來結 OK那以上是我使用的隊伍 建議大家帶溫蒂 溫蒂的三號技能 非常厲害 然後帶一個義刺 開始吧 開場我們先爆費喔 那這一關呢 敵人移動速度非常的快速喔 所以建議大家在幽靈出現的時候呢 就切回一倍速 這樣子比較好操作喔 才不會有露怪的風險 才不會有露怪的風險 放上小羊 放上文蒂小朋友 放上文蒂小朋友 OK 放上阿倫 好 剛好開技能 把這波敵人接掉 拿下來 鮮魚 大鳥 死血 好OK 這樣子我們就把初期的防禦陣容給部署完地了喔 接下來請大家做一件事情 這個地方 鋪鼠一彈大炮 還是推這個喔 因為這是原廠君君 那建議大家這個地方呢 就可以關回一倍速了 這樣比較好控制喔 這邊呢 我們把君君推回去 然後剛好接阿倫的 那個什麼 阿倫的過載模式喔 這樣就可以多做一點輸出 直接把君君收掉在這個地方 好 接下來呢 先鋒再做最後一次的報廢 放上你的 水母姐姐 跟小火龍陣容 先放小火龍 再放水母姐姐 之後呢 脆裂掉我們的陶雞鳥 放上我們的蛇傑 OK 這邊可以稍微加速一下下 但建議大家幽靈出來的時候呢 就關回一倍速了 因為那個移動速度真的是快到嚇死人 非常非常的誇張的移動速度喔 稍微一個不注意喔 就是翻車 沒有 那幽靈速度超級快的 現在快到一倍速 好 這邊呢 一樣我們放上這個 敵然大炮 放上去 好 這邊呢我們直接推 對 我們直接推 把幽靈推掉 OK 這邊少推掉一隻 不過也還好 還可以 好 這邊呢我們直接開啟我們的 黃昏喔 對 不用擔心 先把小幽靈收掉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就會接這個大隻的幽靈祖長 幽靈祖長來了 有沒有 他劍不如飛速度快的跟閃電一樣 對 根本就是閃電俠 好 這邊呢我們直接開文帝的技能 推爆他 OK 推爆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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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OK這樣子的話 這一波就結束了 這波就結束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十二姐撤退掉 好 建議大家開一倍速 你二倍速絕對會漏怪 絕對會密死掉剛剛的timing 對 所以不要裝逼 不要裝逼 接下來呢有個微操作 放回我們的德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德狗的劍羽控場 待會大家就知道了 好 那如果你覺得黃蛋喵可能會死掉的話 白姑姑開技能會延伸一格 他可以補到 他可以補到 跟藍星 稍微加快一下速度 好 接下來這個大水哥出現之後呢 會伴隨著幽靈 這邊放上我們的一彈大炮 好 有沒有把小幽靈推回去 好 接下來這個地方呢 請你切換到德狗的視角 德狗的視角 好 我們這邊把 鑑魚灑下去 灑下去 好 OK 恭喜你完美的接住這一波的小幽靈 不用擔心 不用害怕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可以把我們的 就可以把德狗給撤退掉了 德狗其實 你也可以不用撤啦 因為其實他那個暈眩劍有 其實很好用 我幫你控場 非常好用 好 這邊我們開個鼓鼓的技能 幫 幫那個補血一下 好 這邊呢 OK 這邊接下來出現 這一波全新的小幽靈 可以 這邊呢 我們 開啟 開啟鑑魚 然後 再加上一彈大炮 把人家推走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 低寶八分的打法 對 那還是建議大家 就是因為那個幽靈的硬度是很有感覺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打不過的話 就分開來解吧 因為分開來解不可恥啊 分開來解真的不可恥 OK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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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了 按讚 那些微塑 看來解決 好嗎 發展 那些微塑